你喜欢占便宜我就让你占便宜 商业设计最牛逼的就是 我一开始让你占我的小便宜 然后我才有机会占你的大便宜 我的老乡胡总 回去创办了一个汉卡9块9 9块9免费吃早餐在武汉一个月 交9块9扫码注册会员 就可以吃一个月的免费早餐 有五个东西 一一碗热感面 二一个卤蛋 三一个卤鸡翅 四一个什么五什么 这五个你随便吃 你天天吃都可以 你只要交9块9一个月随便吃 开始有人怀疑 后面有人试着扫下 真吃了一个月 然后口碑越来越好 现在门店谁你都把你挤破头 其他人都在笑 我看你怎么倒闭 人家不光没倒闭 他倒了 嘲笑的人都倒了 你都看不懂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拿五款单品来做诱沙 一个早餐店 是不是有30款单品呢 是不是还有淡酒啊 是不是还有煎饺啊 是不是还有牛肉面呢 告诉我是不是吗 拿五款单品 而人这个嘴巴最厉害的是什么 这样好吃的东西吃 三天就不吃了 就想换个口味 一换口味钱不就来了吗 喝一碗淡酒 一碗淡酒成本多少钱 八毛 卖卖多少钱 卖六块 五块都不回来了 那不把早餐的钱都赚回来了呢 你为什么老定的 拿个九块九呢 守不了钱单就拿不到